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澳海的140瓦的充电器各项的测试数据 咱们前一个视频全部放出来了 有需要看测试视频的 在我主页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 140瓦的澳海单画家三口充电器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先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 看这个充电器的做工的话 它这里接缝的话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用撬棒直接撬 看能不能把它撬开 尝试的去撬了一下 纹丝不动啊 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了吧 切的唯一是黄颜色的粉末 直接从这里把它撬开就可以了 我们搬开这一个盖体 前面这个黑色的塑料盖子也把它拿下来 这个是LED遮光用的一个泡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也是通过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固定这个折叠插角的这个螺丝 我们把它卸掉 这个折叠插角它也是通过波风焊 焊接也是焊得非常牢的 这个高压电容还是有电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种充电器的话 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面随便的去拆解它 拆解是有触电的风险的 勤务魔法 这个充电器的主板正反两面 它都有散热钢板夹在上面来进行散热 我们现在把这个钢板把它取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板内部的构造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一片导热硅脂 清理掉这上面的这些散热的硅胶 清理完这些硅胶过后 我们就对这上面的高压电容进行放电 这是另一片 这个不是钢板啊 这是铜片啊 这两片都是铜片 散热铜片 比钢板的话更高一级别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 散热黄铜片 这是另外一面的一张散热用的硅脂贴 然后取下这些散热的材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主板大概的样子 清理完胶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的构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奥海140瓦旗舰版的充电器 采用的是PFC加反击TOP的架构设计 PFC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用于提高电路的功率因素 而反击TOP电路用于实现稳定的输出电压转换 它一共使用三路独立的反击式TOP电路 实现充电器的三口独立输出 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的电路情况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折叠插角模块 它外部有一个塑料片用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这个折叠插角的特点是它采用的是双触点的模式 这里有一个触点 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个触点 就是为了这个220伏接触的一个牢靠性 220伏插头为同质材料 这个触点部分也是采用的同质材料 输入端一个棕色微型的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 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 这颗保险是贝特932系列 慢熔断束缝保险式 规格是5安耐压250伏 蓝色私印10D抗浪勇热敏电阻 来自深圳的美龙电子 民营企业没有官网 用来防止插座浪勇电流损坏充电器 充电器的第一级供膜电感 用来滤涂220伏交流电 内部的DMI杂波 采用的是卧室安装 内部磁心为绿色 用气包线和绝约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内部打有黑胶 底部有垫幕进行固定 这一颗是抑制电池干扰的一个安规X2电容 来自成立于1995年一家专业生产各种薄膜电容 和亚米电阻产品的公司 汕头的松田电子 这个电容的容量为334K 也就是0.33微法 耐压275V 属于松田电子核式金属化聚柄吸膜抗干扰电容器 充电器的第二级供膜电感 采用逆湿安装 内部磁心也是绿色 细胞线和绝线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外部套有热受管进行保护 这一块就是充电器的整流器模块 两颗整流桥焊接在一块小板上面 将220伏的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 4E型号 YBSM8010 来自成立于2000年国内半导体分离器件芯片 设计制造销售的公司 扬州扬洁电子科技 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 8安耐压1000V 两颗并年使用 均滩发热 两颗CBB 薄膜电容 来自隶属于香港速溶集团的 深圳速溶电容器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 没有官网 没有资料下载 这两颗电容的规格是 E微法 耐压450V 它们的作用是 补偿杆性负载引起的无功功率 从而提高电路的功率因素 这一颗就是初级电路的一个滤波电杆 内部的磁性为黑色 用气泡线进行扰制 外部有热缩管进行保护 底部有电幕进行固定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 进入充电器的PFC主控芯片 它的C型号是PFS5278F 来自成立于1988年的一家 专注于高压电源管理及控制领域的高性能电子元器件及电源方案的供应商 美国PI公司 这是一颗内部集成750V淡化加功率器件的先进的功率因素校正PFC控制器IC 可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实现高功率因素和高效率 其高集成度和创新的控制方式 有助于减小系统的尺寸 内部集成X电容自动放电和启动时高压自供电功能 具备输入输出各种保护功能 用于PFC电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 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旁路保护二级管 适应型号RS3MBF 是一颗耐压1000V的高效快速恢复二级管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PFC深压电感 这上面有4E信息采用的是ATQ23的磁心 电感量为200VH 4K外部的耐高温绝缘胶带 内部还有铜箔加强它的散热 这一颗就是用于PFC深压整流的一颗 超快速恢复二级管 4E型号MUR860F 也是来自扬州的扬节电子科技 规格是8A耐压600V 用于PFC深压后滤波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三路电路一共用了5颗 厂家来自深圳中天电容 这家民营企业没有官网 没有资料下载 两路Type-C口使用4颗 规格是18V法2颗 27V法1颗 47V法1颗 USB-A口使用1颗18V法 5颗电容的耐压都是420V 这三颗黑金色的小电解电容 为三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来自成立于1978年 一家铝电容和电机风扇制造公司台湾的凯美电机 他们生产的电容品牌叫质宝电容 这三颗电容的规格都是10为法 类压100V 属于质宝SC系列低阻抗高纹波电流电解电容 这个充电器三路独立的反机式拓扑电路 使用的三颗主控芯片 都是来自美国的PI公司 Type-C1口和Type-C2口 使用的是一样的主控IC 它的4E型号是INN4576F 这是PI公司InnoSwitch 4-Pro系列的一颗双模式反机式控制器 内部集成耐压750V的淡化加开关管和控制器 隔离反馈和四级同步整流控制器IC 简化了全速控高效率电源的开发和制造 在输入电压检测和微控制MCU工作的情况下 空载功耗低于30毫瓦 宽电压环境单芯片密闭80瓦的输出功率 这个充电器两个Type-C口 使用两颗主控IC并连使用 满足PD3.1 140瓦功率的输出 USB-A口的主控ICINN3378C 这是一颗集成的高压开关管 同步整流和反馈功能的 速控横压横流离线反机式准斜阵开关IC 属于InnoSwitch3-Pro家族 它采用了PI独家的淡化加技术 也就是类置了淡化加功率器件 相比传统MOSFIT可以输出更大功率 宽电压环境单芯片密闭55瓦输出功率 具备先进的保护和安全特性 这是充电器两路大功率Type-C口使用的变压器 采用的是ATQ24的磁心 功率的话是28V5A 撕开两个变压器外部的耐高温绝缘胶带 它内部也一样的有铜箔加强散热 这边是变压器的次级电流输出端 这边就是初级的电流输入绕组 这个变压器就是这个充电器的USB-A口的一个变压器 相比于Type-C口的它要小很多 一样的这上面都有厂家的私信信息 ATQ20的磁心 11伏3A 33瓦的输出功率 这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 这边是初级的电流入绕组 撕开变压器的耐高温绝缘胶带 内部一样的有铜箔进行加强散热 三路电路 三颗贴片式陶瓷外电容 三颗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负责充电器的输出抗干扰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祥科技 三颗4E型号 全部都是Y1471K 470P法 耐压400V 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偶合器 4E型号1009W 来自1975年成立的 全球领先的光电元器件制造商 台湾的光宝集团 这款光偶属于光宝科技的LTV10XX系列光电偶合器 这一路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电路 它有固态滤波电容 背面的话就是三颗同步整流MOS管 这一面就是输出的USB协议芯片构成 这两颗就是Type-C口的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 两颗MOS管的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4E型号是65540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 美国的AOS万代半导体 这两颗MOS没有资料 规格的话应该是耐压150V的 USB-A口的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 4E型号008N10MC 来自成立于2012年 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的技术研究公司 深圳微造半导体 这颗MOS的规格是 耐压100V 内部的导主6毫欧 三路电路使用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级 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 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照进了绿宝石 两个C口使用4颗固态电容 一路使用两颗 规格是394V 耐压35V 属于绿宝石BD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电流 高电压固态电容 USB-A口使用一颗固态电容 规格是1000V 耐压16V 属于绿宝石BC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固态电容 两个Type-C口 共用一颗USB写音芯片 4E型号IP2738U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英吉星科技 这是一颗支持多接口的USB协议芯片 支持PD3.1 28V EBR档位 并且支持丰富全面的快充协议 兼容性非常的好 内部集成了双路独立可编程的电压电流 环路控制与双路低端电流检测 支持限顺补偿功能 支持双路独立驱动光偶 与IRC接口控制 双路独立的过流过压及短路保护 确保使用安全 USB ECHO的USB协议芯片 4E型号IP2736U 一样的来自深圳的英吉星科技 这是一款集成丰富的多协议 用于USB单口的快充协议芯片 支持USB PD3.0 3.1协议 具备28V EPR输出档位 并且支持目前市面上多种主流的快充协议 可为适配器单向输出应用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内部集成可编程的电压电流环路控制 低端电流检测 输出限存补偿等功能 具备多重保护 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 三个充电口使用的输出VBUS开关管 使用的都是一样的规格的NMOS开关管 它们的4E型号都是3698A1 跟USB ECHO的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 一样的来自微造半导体 规格是耐压30V内部的导主3毫欧 其中两个Type-C口一共4颗 每一个充电口使用两颗 并且使用应对大功率输出 USB ECHO使用一颗 两颗005的电阻用于两个Type-C口的电流采样检测 一颗010的电阻用于USB-A口的电流采样检测 充电器的三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都是黄色 从细节来看的话做工都是非常好的 USB-A口内部一样的做工都是非常好的 充电器的主壳体上面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另外一面壳体上面也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这是压住225插头黄片的一个塑料盖板 也一样的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折叠插角的内部塑料部分也是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这一个奥海140瓦单画家旗舰版三口充电器 经过测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 快充兼容性有UFCS的加持也算是不错的 大功率温度控制70度以上不理想 温模控制100毫伏左右属于一般的水平 内部用料PI芯片的加持就是它贵的原因 其他用料除了滤波器件以外还是不错的 主高压电容用上了杂牌三寨充电器使用的电容品牌 这个实在是不应该啊 这么贵的芯片都用了 还要靠这几个电容来节约成本吗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